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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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盲人仔细的摸了摸大象的耳朵 着急的说 不对不对 大象摸起来又大又扁 像一把大扇子 你们说的都不对 另一位盲人大声反驳 他小心翼翼的摸了摸大象粗壮的腿 接着说 大象摸起来又粗又壮 像一根大柱子 还有一位盲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 疑惑的说 嗯 大象既不像强壮的柱子 也不像光滑的萝卜 大象摸起来细长又粗糙 像一条麻绳 他肯定的说 这些盲人因为摸到大象的部位不同 所以对大象的样子也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他们都坚持自己摸到的才是大象真正的样子 认为别人是错的 所有人争执不休 谁也不肯让谁 最后吵得不欢而散了 小朋友 听完盲人摸象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是有一群盲人对大象感到很好奇 决定亲自去摸一摸大象 过程中 他们因为摸到的位置不同 对大象的模样也有不同的想法 故事的结果 每位盲人都坚持自己摸到的才是大象真正的样子 所以争吵不休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盲人摸象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忍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认为盲人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知道大象真正的样子呢? 说一说你的想法吧 当你遇到其他人坚持自己的想法 而否觉你的意见时 你会怎么做? 为什么?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士 又到了成语小教士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盲人摸象 是形容只凭少数的讯息或局部的经验 就乱加猜测 硬要对事物做出全面的判断 主要是用来表达只有单方面的看法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盲人摸象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个问题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如果勉强解释 要小心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 大家对这个新领域都不太了解 所以各说各话 像是盲人摸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盲人摸象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重盲摸象 盲人说象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